1. 台湾法院裁定支持同性婚姻 台湾宪法法院裁定该国禁止同性婚姻的民法违宪 要求立法机关在两年内修改现行法律或颁布允许同性婚姻的新法律 2. 用火体记忆存储图像文件 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哈佛大学医学院 Harvard Medical School 的研究人员将摄影师运动影像先去爱德华 3. 巴西应对20年来的首次罢工 今年4月巴西爆发暴力事件 抗议者和警察在该国20年来的第一次大罢工中发生冲突 巴西总统米歇尔 4. 一对英国夫妇在南极结婚 一对英国夫妇成 为第一对在英属南极领地上正式结婚的夫妇 两人是在阿德莱德岛的一个研究站为英国南极考察处 British Antarctic Survey工作的基地野外向岛于7月在零下严寒终结了婚 5. 四国首货书机任命 在今年6月被教皇方系各 Pope Francis提升至书籍主教的五人中 有四人是该国首次获赐任命 这项法律于五月生肖要求医生为模特的健康做担保 包括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重指数 他还要求修图后的模特商业照片也要传达出这个信息 否则经纪公司将面临巨额罚款 7. Facebook推出第一部虚拟现实电影 1月 Facebook的虚拟现实分公司Oculus在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 上举行了自己的第一部虚拟现实长电影Money Boy的首映 这部时长40分钟的电影以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郊区为背景 观众可以透过玩具机器人的眼睛体验当时的生活 8. 美国科学家修复人类胚胎中的DNA 8月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 美国的科学家们首次成功地删除了人类胚胎中的一个危险突变 科学家们使用一个名为CRISPR的工具 成功地清除了会导致心脏疾病的基因 这种心脏病可能会在以后导致突然死亡 9. 中国工业的进步 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于今年4月下水 这艘仍未命名的军舰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建成 将于2020年开始服役 不到一个月后中国的首架国产客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进行处女航 中国希望凭借C919飞机打入国际航空市场 10. 加拿大驻币厂发行发光硬币 为了纪念建国150周年 加拿大发行的一种能在黑暗中发光的硬币进入了流通 这在该国上属首例 这种两家原因必被加拿大人称为TUNY 上面有一个湖景 天空闪烁着蓝绿色的光 以纪念北极光 11. 抗癌药物的突破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首次批准了一种用于治疗所有具有特定精英特征的肿瘤的药物 抗Pembrolizumab品牌名为健全德 Ketruda是一种免疫治疗药物 可以遏制癌细胞保护自己免受人体免疫系统攻击的能力 12. 确定恐龙胚胎的出身 古生物学家首次确定了一枚已知最大恐龙弹的种类 它是近25年前在中国中部发现的 据科学家称这个化石胚胎是一只巨大的切蛋龙 切蛋龙是一种长有羽毛的大型恐龙 体重达一顿又着锋利的爪子和无耻的毁 13. 印度最近的卫星发射引起全世界瞩目 2月印度的太空机构用一个火箭发射了104颗卫星 超过了俄罗斯此前34颗的记录 创下了新的世界记录 该国将太空探索和太空商业作为其首要任务 这不是秘密 最近这次发射使其成为私人太空旅行市场的有力竞争者 14. 尼泊尔举行地方选举 20年来数百万尼泊尔人首次在地方选举中投票 这被视为该国在转变为全面民主国家的漫长过程中充满希望而又充满危险的一步 尼泊尔经历了数年的政治动荡 在2006年结束十年内战 2008年废除军主制之后 几乎没有地方治理的存在 15. 小心身体上的漏洞 多家公司首次将技术装备在员工的身体里 瑞典公司Apple Center允许员工选择使用植入到他们手上的射频识别技术 简称R F I D 一家名为三平方市场 Three Square Market的美国公司也进随其后 让员工可以选择装上芯片 它具有开门和登录电脑等功能 不过批评人士表达了对侵犯隐私的担忧 16. 美国艺术家凭借投股化打破纪录 让米切尔 105亿美元的价格拍出 成为迄今为止美国艺术家卖出的最昂贵的画作 17. 解剖学书籍的一项重要修订 科学家们在人体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器官 它被称为长细膜 它最初被认为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 不过爱尔兰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它是一种器官 是腹腔内的一套组织即将出现的重大变化 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将可以开车 一项皇家法令取消了禁止女性在沙特阿拉伯开车的禁令 这项决定将使更多女性可以工作 并减轻不得不雇佣司机的经济和后勤负担 这与新王储刺激该国停滞不前的经济的计划相一致 这个王国将于2018年6月开始给女性司机颁发驾照 墨西哥的一位原住民女性计划参加总统竞选 一名原住民女性正在为2018年的墨西哥总统竞选做准备 开该国之先河玛利亚